各位飞行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跟飞行有关的一篇文章 是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麦田 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的 叫做林云玉峰 那个林云刚好是这个作者的名字 他的这个作者的名字叫祖林云 他姓祖 祖宗的祖 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姓 他是《金氏丛书》第98号的作品 那这个这里面有五十多篇文章 这五十多篇文章都是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是在中国大陆之后 就开始参加了空军 就在那个在杭州的箭桥开始受训 然后还到了云南去受训 然后飞行员 那他然后后来这个从大陆撤退到台湾 在39年在那个钢山的空军官校 正式完成了飞行训练 从初级中级高级的飞行训练 他开始的时候在大陆开始飞 那个开始开飞机的时候 开的是螺旋桨 双翼的螺旋桨那个驾链机 然后后来他是台湾第一批接收了那个 从接收了美国的那个F104 那个喷射机 在那个之前都是螺旋桨飞机 二次大战是用螺旋桨飞机在打仗 喷射机他是开始第一批他受训 那时候还不到一马赫 一马赫就是因素的单位 就是因素的这个 一马赫就是一个因素 两马赫就是两个因素 三马赫、四马赫、五马赫 现在连飞弹都有超音速飞弹 他这边讲的这个故事 让我看了非常的那个深刻 原因就是台湾开始有这个超音速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 当时那个飞机在超音速的时候 他突然加速的时候 开始有超音速的时候 那个飞机好像爆炸一样 会产生一个叫音爆 砰的一声 好像爆炸一样 实际上那个飞机早就飞到很远的地方了 空中也没有爆炸 那叫音爆 音爆的原因就是 因为飞机的速度已经超过声音传递的速度了 所以他这个音波 超过这个音波的时候 后面的声音跟前面的声音重叠在一起了 也就是这个音波互相之间叠压 他叠压到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能量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声音 叫音爆 超音速飞机是可以 可是现在有两倍音速 三倍音速 四倍音速 五倍音速 到了五倍音速之后 人体就没办法支持了 所以速度要再快速的飞行体的话 就不是用人来 人最多能够看到五个音速 五个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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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五个音速 超过五个音速之后 眼睛就会内出血 就会全盲 或者是丧失神智等等 所以超过那个速度之后的飞机 仍然有 飞行器仍然有 可是就不用人操作了 就是无人机 也就是现在有无人机的轰炸机 狙击机等等 很多的无人机都没有用人 都是靠无线电来控制 控制它的这个飞行 相当于是一个可控制的飞弹 那兵拉丹就是被这个 这个无人机给轰炸的 因此科技的进步 跟人体能承受的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作者很微妙 他是台湾的第一批空军 去接收了这个F-104 F-104以前在台湾空军里面 在我小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种飞机 因为他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因素 在他接收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办法达到一个因素 接近一个因素 可是后来这个机种 一直在改良之后 就超过一个因素 甚至于还有两个因素的飞机出现 那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都是他自己珍藏的 还有一个是空军总指令部提供的 因为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机密 那这本书里面非常精彩 就是他有 他在民国 他在民国72年 大概是54岁吧 我给他算一下 大概是54岁 少将退役 那退役之后 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那他在移民到加拿大去之后 他不断的给这个空军的一个杂志 叫做中国的空军 这个杂志 是空军的杂志 那提供稿子 提供投稿 那那个杂志就一直刊登他的这个稿子 那他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切身经验 他把他浓缩起来 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军人退役之后 会想写这样的东西 其实陆军也有 陆军很多朝典是有一个 有一个退役的将领写的 也就是他觉得他这个 这个人生没有留白 他把他以前的所有经验 跟他的心得 把他写出来之后 然后提供给那个国防部 那像他这个就很精彩 我个人是觉得很精彩 是因为从来没有一本书 里面是讲到那么细的说 飞行到底是 飞行员到底受些什么信念 那我看了他这本书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飞行缠嘛 因为他里面很多东西 我想对于一个初学的人 或者是一个对飞行有兴趣的年轻人 很值得一读 你就知道飞行员到底是 直接要有什么样的职能 他也分成第一篇里面有18张 全部是在讲从开始 从开始那个教练代飞的体验飞行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高级飞行 一共有18张里面 很详细的讲了 这个里面要因知因晦 还有注意事项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篇是飞行翼网 他讲过他 他飞过的那些飞机 一共有10张 第三篇是飞行杂杆 空气动力学的一些常识 这里面没有什么列 什么复杂的公式 也没有什么图表 也没有什么那些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可能还在管制之内 可是他已经讲了 等一下我有一篇文章 我会跟各位分享 全文跟各位分享 然后他也讲到说 空气动力学 还有谈飞行安全 还有战斗机的发展趋势 然后他再讲了一些空军刨折的事情 那个我们就不聊 后面的也不聊 论现代军事航太等等 那他也谈了一下空战 空战的他的看法 那这些东西 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你如果是对飞行有兴趣的话 那非常值得看这本书 那因为这本书 我一看到 我就觉得见烈欣喜 然后我就想要跟各位分享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他的一篇文章 他是要按照顺序来编的 刚刚讲从体验飞行 一直到高级飞行 每一个阶段 都是一种训练的科目 那前言里面他讲说 飞是人的天性 我刚好相反 我认为飞不是人的天性 人类的本能不是飞 我在梦想飞行已经聊过 在飞行禅的宗旨也聊过 还有那个不明飞行物体也都聊过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听听看 他如何叙述 这个叙述是非常非常的精辟 而且简列 古人说实色性 其实人还有另外一种性 就是飞 然而因为没有翅膀 飞不起来 于是便幻想腾云驾雾 骑飞马坐摩坦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飞 直到1903年第一架飞机升空 那就是莱特兄弟 才有人真正体验到飞的滋味 比起幻想中的情境更壮丽更刺激 正因为大家都想飞 而今真的能够飞起来 于是都想飞上天空 与飞鸟比翼 与云霞共舞 幅兰美丽的山河大地 由于飞的诱惑 大家都集中意志全力发展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人不仅能飞上了天空 而飞上了太空 并继续向无垠的外太空冲刺 在速度方面 从开始的几十里增快到几百里 然后超音速倍音速 将来究竟能够飞多远飞多快 谁也不能预测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预测和断言的 那就是不久的将来 飞机将和汽车一样的普遍 驾驶飞机将和驾驶汽车一样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技能 到那时就不会 驾驶飞机就显得落伍了 驾驶飞机比驾驶汽车 能够享受更多的乐趣和刺激 光是那高高在上的气势 就足以让驾驶汽车的人自探俘如 至于翻腾滚转更是飞机的独家专长 能够在三度空间内玩出很多花样来 上下倒飞 导致天地异味 追云逐雾 俯冲 专身 只有驾驶飞机的人才能办到 坐别人驾驶的飞机和自己驾驶是完全不同的 要享受飞的快乐 得乐趣跟刺激 必须自己去驾驶 才能体会到那种乐趣和刺激的实质 一点都没错 过去人们把飞行看得太神秘 说得太玄 因而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观念 使很多有次飞行的人 还未去飞就自以为自己条件不够 实际上飞机也不过是一种机器而已 如果说驾驶飞机与驾驶汽车一样的容易 绝非言过其实 其间不同之处只是习惯与不习惯 一旦习惯了 还会觉得驾驶飞机比驾驶汽车更容易 他这边直接提出了几个盲点 这几个盲点也是我从小一直都有的 有三个盲点 第一个盲点 船舟中的飞行员体格 常使人们误以为飞行员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 超人 其实并无特殊之处 一个正常人的体格就是飞行员的体格 所谓正常并不抑制 完全没有任何疾病或残缺 凡是不妨碍飞行操作 不影响飞行安全的疾病或残缺 都不应该被视为不正常 比如说轻微的心脏病或高血压 轻微的视听障碍 乃至于不太严重的肢体残缺等等 实际上是世间难得找到一个无丝毫疾病或者残缺的人 生病是人生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 凡是能治愈的病都属正常 过去空军遭飞行员 在体格要求上 往往将一些可以治愈的临时疾病 视为不符合的要求 比如说沙眼是可以治愈的 但检查体格时 如果发现患有沙眼则不及格 我童年的时候就有沙眼 那时候的医学说沙眼可能会导致失明 所以我一直在治疗 用四环素治疗 软膏 每次弄的都很难受 可是后来的人发现到 沙眼并不会 仔细研究之后 沙眼并不会导致失明 而且沙眼根本你就可以不治疗也没有关系 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沙眼就是你把眼睛翻开来 里面很多很多小点 那就是细菌感染 因此老实都说不能用手脏的时候 不能揉搓眼睛 揉搓眼睛使得细菌跑到里面去 造成沙眼 沙眼不是眼睛 而是眼瞼下面那个地方 那这连沙眼都不行 我记得我们当时小学毕业 中学毕业全村的人去报考空军幼校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被刷掉 体检不合格 偶尔一两个体检合格的鄙视也不合格 所以通通都没当成空军 另外 譬如说 营养不良 而体重太轻也不及格 其实这不是病 吃好一点 体重自然就会增加 负责体检的人 就军医官 难免故弄玄虚 矫枉过正 致使很多人冤枉未被录取 也因此使很多人对飞行员体格 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 这个作者本身就干干瘦瘦的 但他其实很结实 认为飞行员都是特别健康 无丝毫疾病或残缺的人 虽不是天上来的 至少是人间少有 于是一些稍有不健康感觉的人 便自以为不是飞行员的体格 自觉于飞行之外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 然而试看那些真正的飞行员 也并非一点疾病 或者残缺都没有 我们也会生病 也要住院治疗 二十大战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 有一位两条腿都是一只的 战斗机飞行员 两条腿都是一只 他一样可以驾驶战斗机 第二个例子是 日本有一位只有一只眼睛的 战斗机飞行员 第三个例子是 前飞虎队一位飞行员 因为作战受伤 用轮椅代步 战后曾独自驾驶飞机 飞过太平洋 飞过太平洋 这是用坐轮椅的人 居然也能够驾驶飞机 这些人无意识现身说法 身体有残缺 照样可以飞行 问题全在于想不想飞 只要想飞 就能飞起来 何况还有两个人驾驶的飞机 可以互相保险 单飞双飞都是飞 都能享受到飞的乐器 就是驾驶舱有两个位置的 第二个盲点就是 其实是年龄的问题 人们常常潜意识地认为 太年轻或太老的人不适合飞行 然而何谓太年轻又何谓太老 根本没有一定的介绍 美国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 单独驾驶飞机横越美国本土 加拿大有一位80多岁的人 还经常带着家人飞上天空游乐 日历的年龄只是一个标志 有的人年龄虽小 但心理已经成熟 有的人年龄虽老 但心理依然依旧年轻 故心理状况才是真实的年龄 在飞行方面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年龄太老的问题 如果保持兴趣和学习精神 心理便不会老 经常运动使身手灵活 精神旺盛 生理亦可以减缓老化 故问题仍在于想不想飞 年龄不是障碍 关于这一点 我就可以做一个见证 我1955年出生 今天66岁老头 我现在如果说 我现在到航空学校去学飞行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管是反应各方面 因为我有飞行伞的经验 我曾经无动力的用飞行伞 在空中自空飞行了五个多小时 还有我用无动力的状态 我飞到1200公尺 1200公尺 凡是种种 当然那时候我3040岁 那现在66岁 但是以前的经验不会抹杀 再来就是在台湾之前 在赛加曾经发生过一件日本的飞行伞团体来台湾飞行 结果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日本老人 他飞到山里面去 因为没有动力 迫降在山里面 俗称叫挂树 我曾经讲 那个山中传奇里面 我已经讲过我挂树的经验 他的经验跟我的经验完全一致 他也是挂树 但是我当时挂树的时候 将近40岁 他挂树的时候是70多岁 因为他60多岁退休以后 孙子都已经蛮大的时候 他才开始学飞行 他说他以前很早就想学飞行 可是因为他还没退休 没有时间 第二个 他的孩子还没结婚吧 大概现在都结婚都生子了 他认为说就算他哪一天飞行不慎 怎么样了 那也没有遗憾了 大家不用 至少我很快乐 我满足了我的冒险的欲望 学习飞行的欲望 结果那个老先生在山里面挂树了 当时他的人就知道 然后就联络了相关的救难单位 但是因为晚上没办法救难 于是用无线电跟这老人联络 老人告诉他们说 我现在身体都没受伤 你们放心好了 明天早上再来救我吧 于是第二天早上用直升机 海欧部队用直升机下去搜索 搜索到他之后 把他调挂上去 新闻有报道过 不管媒体还是电视媒体 还有新闻报纸的媒体 都报道过这件事情 访问那老头 那老头通过翻译告诉大家说 我很好 我一点都没受伤 那这个也谢谢大家关心 那人家记者就顺便问他说 那你昨天晚上在这边 你有没有什么害怕 害怕蛇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其他动物来侵你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怕 我只有怕会不会感冒 会不会感冒 因为他七十几岁 而且那个伞挂了树上 扯不下来了 又扯烂掉了 因为挂了钩在树上 通常通常人都会放弃 他想说那个伞我拉不下来了 所以只能放弃 就丢在这边了 但是他回到日本去 还要再买一顶伞再来飞 你看看七十多岁老人 所以这个飞行欲望 冒险精神是无远佛界 也不是年龄可以限制的 七十多岁老人 如果你现在还是年轻人的话 你应该自掺福如 第三个盲点 至于学士 当然是多多益善 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博士硕士 才能飞行 学士是累积而来的 只要肯学 自然就有学士 有很多飞行人 在未学飞行之前 既无机械方面的学士 也无操作机械的经验 有些人连汽车都未曾驾驶过 居然也飞出来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 很多飞行学生是来自农村 后来有人不少成为最佳的飞行员 这后面就有讲 有一些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他12岁才开始读书 12岁 因为乡下没有读书 12岁才开始读小学 开始认识字 可是他三年就把小学的课本读完了 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 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就直接进入初中 可是因为他晚读书 所以他的智慧开的晚 但是他开了窍以后 他一路冲锋 从中学高中一路都是名列前茅 可是他12岁才开始认字 这个很意外 于是他高中毕业之后 立刻就考到了空军 进入空军 然后他也是最前面的那个非战斗机 非那个超音速战斗机的人 然后还参加过很多个战役 那他以前也是在湖北的一个乡下地方 那地方非常贫困 这个作者本身也是 他从小的时候 从读到初中的时候 还没有看过汽车 那个地方的人都是用走路的 都是用走路的 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偏僻 他读小学的时候都在乡村小学 然后读中学也是乡村的中学 所以你说他的学历会有多高 会有多少能力呢 这本书上都不讲学理 比如说伯努力定律 什么流体力学或者是什么 有一些机械结构什么都不讲 但是他讲东西都很实用 这就是这本书 我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那时至今日 还有人说飞行是危险事业 现在的飞机 不论机械导航或无线电设备 都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累积下来的操作技术和经验 不仅能够完美无缺地发挥飞机的性能 还能有效地克服各种困难 只要按照规定去检查操作 比开汽车要安全的多 诚然天下无绝对安全这回事 有游泳就有人被淹死 有汽车就一定有车祸 有飞行当然也就会有飞行失事 但人有能力增进安全减少危险 既然想飞则当全力以赴 何必将危险减至最低的程度 必可将危险减至最低的程度 其实如果真的对飞行有兴趣 就不会在乎危险或不危险 这就是冒险精神 也不必老是想到它 飞行是寻乐趣 如果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停车 何妨享受一下无动力的滑翔之乐 那当别是一帆滋味 实际上有些像战斗机的话 它没有什么滑翔能力 就是它的垂降比 它的滑翔比 我讲过滑翔比就是单位高度 可以滑翔多远 那种翅膀是硬的飞机 就是一般的飞机 它的滑翔比非常的低 也就是它顶多大概就是 大概七八十度的角度往下坠 它不会像滑翔机一样 可以滑很远 像以我的飞行展是全台湾最大的 我的滑翔比是一比九 也就是一米高可以滑到九米远 那在滑翔比这边它都没提 有些人乘民航机感到不舒服 便自以为有航空病 不适于飞行 其实所谓航空病 只是不习惯而已 坐别人飞的飞机 在某种飞行动作产生之后 心理才跟着去适应 一级心理的反应较迟 于是就有不舒服的感觉 自己操纵飞机 心理先有准备 一级心理反应 能与飞行动作配合一致 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战斗机飞行员 在做剧烈的正负机动作 正负机动作 正负机动作的时候 眼睛会产生黑色和红色状况 最初练习时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等到习惯了不做 还不够尽兴 这边我补充一下 他刚刚讲说 有些人 比如说坐车会晕车 那坐飞机也会晕机 像他在这边讲说 这些所谓的不舒服的感觉 会因为你自己主动驾驶而消除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坐游览车在山路里面跑的时候 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时候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因为你晃来晃去不自主的晃嘛 所以晃着晃着就会想要呕吐 坐船也会这样 但是我就想要如何克服 我第一个克服方法就是 我每次在这种游览车 进山路去九转十八弯的时候 我就坐在司机的后面 因为我看到的前面跟司机看到的路况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车子准备要往左边晃的时候 我心里有准备了 往右左右左右这样晃的时候 我都有心里准备了 就不会晕车了 再来我考到这种大车的驾照之后 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那完全不会晕车 有人讲说这是因为责任的关系 实际上就跟我刚刚讲的 你坐在这个驾驶的正后方的时候 你看到的视野跟驾驶是一样的 车子前面路况是什么样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 车子会往这边晃 那边晃有离心力 这不是过山车 过山车就是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刺激的地方就是 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 你突然这样子 他又给你转弯 一下甩了好像人要甩出去似的 所以你惊叫这些东西 那是故意设计的 让你surprise 可是汽车驾驶它是一个安全驾驶 它不会是要给你什么刺激 同样的坐船也是一样 坐船如果你在船舱里面会晕船 会呕吐的话 你到船舱上面的视野宽阔之后 你看到前面我们往哪个方向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波浪来的时候 船会晃 那波浪来的时候 你都有预先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你这样晃的时候 你不会头晕 这是经验之谈 很多人第一次参观飞机坐舱的时候 特别是战斗机的坐舱 看到那么多仪表 那么多电门 开关 都会问说 一个人怎么能忙的过来 又要驾驶 又要投炸弹 还开那么多机关枪 还要看那么多仪表 只有两只眼睛 一双手 怎么够用 这是一般人的疑问 我也有这个疑问 因为你要看过机舱里的仪表板 你就会吓一大跳 不明就里难免惊讶 等弄清楚之后自然就不稀奇了 飞机坐舱内各种仪表和开关 电路开关的安排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这边我打个叉 这叫做人体工学的设计 全部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连开关的形状 所有控制扭的形状 我在人体工学那集已经讲过 都是有特殊设计的 不管是空军的 海军的乃至陆军的 因为他要在黑黑暗中间都要能够摸到 马上就可以摸到 不需要说 你还要再去反应 所以这个这个是有一定规律的 先是分别系统 将同一个系统的排列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区是什么 是火炮系统 这个区是飞行系统 那个区是机舰系统 在一起重要性选择位置 例如将飞行仪表中的人工地平仪 方向仪 高度仪 空速表等排列在一起 这些仪表在一起 那都跟飞行有关的 你可以一目了然 而在这个系统的仪表 又是最重要的 故布置在仪表板的正中央 就是在你的前面 以便飞行员容易看到 也所谓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关发动机的仪表 如转速表 温度表 油量表 也是排列在一起 因为这些仪表也很重要 故布置在仪表板上容易看到的地方 其他如抑压系统 电器系统的仪表和电路开关 也是如此布置的 至于军用飞机的军械部门 也就是那些武器装备 不管是炮弹还是机枪 这些机械的电门 为了安全便宜操作 多半其中在一个控制电路板上面 啪啪一开 就准备要发射飞弹 一面扣板机或按电钮非常方便 飞行时 并不是一直要看出所有的仪表 也不是同时要运用所有的电路开关 需要检查高度时才看高度表 需要检查速度时才看空速表 需要超过某一个系统时 才用某一个系统的电路开关 飞行员必须熟悉 每一个仪表和电门的所在位置 不假思索就能正确的看到 或用手摸到 这都是人体工学的设计 有人问 在三四万英尺的高空做大速度飞行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英尺 fit 大约是一公尺等于三英尺 3ft 大约是这样换算 所以三到四万英尺等于差不多一万到两万公尺 一万多到两万公尺的高空 有什么特殊感觉 所谓高空低空并没有一定的解说 如果太空船飞行的高度相比的话 三四万英只能算是低空 所谓大速度小速度也没有一定的解说 一般人觉得超音速或倍音速算是大速度 如果与太空船飞行的速度相比 倍音速也只能算是小速度 倍音速就是两倍音速 所谓高与低或快 高或快 一定要有比较才能够显出谁高谁快 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的速度是每小时66000英里 因为没有比较 谁也不会感觉到快 反而是觉得是在静止状态 地球绕的太阳这样一天要转一圈 太阳那么巨大 地球能够这样一天可以转这么一圈 那它的速度有多快 这叫公转 有自转 还有公转 地球其实旋转的速度非常快 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离心壁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们的地心引力把我们吸住在地球上面 如果没有地心引力 我们早就飞出去了 被甩到哪里去的都不知道 尤其在赤道这个辆 轴心是在南北极 然后赤道这边是最远的距离 半径最大辆 早就被甩住地球了 这就是没有比较 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最好的战斗战是P51 最大的空中的速度是1.75马赫 大家都觉得以为快的不得了了 还不到音速 F86能够在俯冲时超音速 俯冲的时候才可以加速 才超音速 刚好超过音速的人 就大吹特吹 可是F104能飞到两倍的音速 刚刚讲F104是